11月的新加坡空气中除了雨季的湿润 还多了一些技能的味道 全球AI领域最近传出重磅消息 继OpenAI和微软之后 谷歌DeepMind也官宣落地新加坡 谢里东南亚首个AI研究室 DeepMind是谁 这个世界顶级AI团队正式开发出AlphaGo 以及最新大模型Gemini的木偶推手 它的每一次动向都备受瞩目 这次将目标锁定新加坡背后隐藏什么深意 这个不到1000平方公里的城市国家 从金融中心快速转型为全球技术焦点 AI巨头为何炸堆 是因这里政策好用辩解 还是它竟有全球AI创新领跑的潜力 DeepMind的入驻不只是行业新闻 更是影响个人工作与生活的趋势信号 这次让我们一起拆解 科技巨头进入格局下的新加坡如何迎接予 也探导它能否成为AI宇宙中心 第一章DeepMind来了 这不仅仅是开个新办公室 DeepMind落地新加坡远不止一次办公室扩张 而是一次全球战略布局 OpenAI在2024年将在新加坡设立办公室 为远投机10亿新加坡远建立AI共创中心 而谷歌曾选择将顶尖AI研发 团队基一的DeepMind纳入新加坡 三大AI巨头的同步布局 彰显了新加坡在全球AI版图中的快速崛起 新加坡作为全球AI战略网络的重要节点 与伦敦 加州和印度协同互同 可实现积分级24创新运转 DeepMind的到来将研究成果反向辐射亚带局 尤其在教育医疗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这里的基础设施与技术生态 有望促成下一代AI突破的诞生 新加坡不再局限于跟随者角色 而是评级战略区位与协作能力 在全球协同开发链条中扮演更关键的角色 有潜力深度影响未来的科技定位与规则制定 第二章 从竞测到场景 新加坡凭什么吸引巨头 谷歌DeepMind为何选择新加坡 答案不仅是竞测吸引力 更在于其全方位的综合优势 新加坡的国家人工技能战略2.0 是其中的关键 政府计划在2025年将AI专业从业者人数 从五千人增至一万五千人 并淘入十亿新元提升算力基础设施 这些明确的竞测规划 为DeepMind这样的长期研发项目提供可靠支持 此外 新加坡的应用场景密度 也为AI研究提供了理想环境 在医疗领域数据化率已达95% 教育领域中近八成学生异常使用数据化平台 这种高度数据化的生态让AI技术能快速落地 验证成果 在研载方面 新加坡结合本地培养与传球吸引 博力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在AI领域排名要求领先 同时2023年已有超20万外计 科技研载选择新加坡工作 多余种环境和文化多样性 让新加坡成为AI多余种模型训练的情况 这些资源汇集 使新加坡足以吸引项谷歌 这样的科技巨头落地核心团队 第三章对新加坡和普通人意味着什么 DeepMind的到来将深刻影响新加坡和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 这次科技前沿的变革比一万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 对于职场人士来说 DeepMind的落户预示着 未来AI技能将成为基础技能 AI职位延伸至数据产品清理 Prump工程师等新角色 掌握这些技能将为职业发展带来更多机会 而在医疗领域随着DeepMind专注医疗 AI相关领域的新兴岗位也可能加速成长 对于学生和家长 新加坡教育体系将在这场变革中迈向新高度 本地学生将参与谷歌机缘基础的本地化AI项目 为他们开启更多企业机会 这种本土化研究项目提升了企业天花板 让学生无需有福海外就能站上全球AI研究的舞台 对企业和创业者来说 DeepMind更像是生态吹瓦机 它带来尖端技术合作机会 还通过政府的政策机制 例如GPU算力补贴和创新基金 为本地初创企业提供了基因优势 为新加坡打造独特AI创新生态体系 第四章新加坡还能更进一步吗 然而新加坡的AI梦也并非没有挑战 虽然谷歌DeepMind确立了 新加坡在全球AI生态的战略地位 但我们也必须面对一些大问题 比如算力能否跟得上需求 目前新加坡的数据中心 供电量已占总电力消耗的7% 预计到2030年 这一比例将提升到12%到15% 能源和土地资源的压力都将显著增加 此外 虽然目前提出了15000AI行业人才的目标 但相比全球80万AI专业人才的缺口 新加坡依然面临巨大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把现有战略发挥到极其 成了新加坡未来新年的关键问题 DeepMind的到来其实只是一个序章 如果新加坡希望从区域枢纽 变成全球AI的先行过 甚至既定规则的领导者 他还需要更加全面的顶层设计 从构建国际华生态网络 到培养顶级科研人才 再到解决资源瓶颈 这不是简单的以X加B的线性增长 而是这座城市在全球竞争中 续破解的复杂难题 DeepMind选择新加坡的背后 不仅仅是AI巨头们的全球扩张 而是新加坡战略地位的一致跃升 在未来 这甚至会悄悄改变每个人的生活 如果你是职场人 技能星级势在必行 如果你是学生 成长的赛道更多且更新 如果你是创业者 这里已经是竞争红利和国际资源的其中地 无论你是谁 谷歌DeepMind不仅是科技巨头的一致不举 更是对新加坡过去十年政策规划的肯定 以及对未来十年科技竞争的强烈信号 你认为新加坡未来的十年 是AI的末端应用者 是产品的制造者 还是规则的制定者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同时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关注更多与与新加坡相关的最新动态 还有更多深度专题等你解说